最后觉得还有一个叫半知半觉 另外的有三知一觉 听说大三才能够紧紧吗 因为我们想讲 上人他好像是先知先觉着 当然他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有经过一个当副之后 可是他后来走的路是很难的 比如说他在修行的时候 他很早就能够觉悟 那我想这几个先知先觉的 那我发现我们的那些人 大概是学半知半觉 就是知道说应该来此地 可以学到说吧 所以我们在半知半觉中 我们就看来自己的 这个也真的有人提的人 那我想说一个答案就是说 比如是要听这大灾难 看一个有些奇妙 因对人的领域 那么再来就是说 如何去解 如何去死 那么就觉得不是呢 我们有想到说 人把有自己的奇妙 那么这个奇妙就是说 我们就去烦恼 回到基督的神奇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握张角